尊敬的全球在我们好 我是唐巴黎 欢迎收看每日快讯 自由号news将每天为您分享最新全球动态 传播最新灭供资讯 柳叶刀 刊委 持久委员会主席萨克斯教授表示 伍奇对国会所说的 新冠自然起源的说法绝对是欺骗性 牛叶刀作为世界排名第一的医学杂志 致嫌也支持新冠自然来源的观点 美国商务部22日发布最终规定 以防止中共以及被认为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危险的国家 只用接受补贴的美国企业生产的半导体产品 芯片与科学法为美国半导体生产 研究和劳动力发展提供了527亿美元补贴 众议员唐大兹提出 本届国会的第60项立法提案 台湾识别 术语和标签强化法案 该法案要求美国所有联邦机构 使用台湾的一词而不是中华台湾 参议员约翰 克宁担心 中共对人类基因数据的需求 可能激发DNA军备竞赛 中共在新冠大流行期间 为很多国家提供检测 因此获得了全世界海量的DNA信息 众议员中共问题特首委员会 再谈到外交政策时强调 中共的全球海上行动 其实就是情报收集的钱上 中共可以通过简单的控制设施和信息 最有能力选择性的扼杀国际经济 欧盟负责执行制裁的国际特别代表 奥沙利文表示 杀死75%克兰人的高科技进口产品 正通过中国到达俄罗斯军方 他说欧盟正努力与美国 英国 日合作 以切断这些产品的供应线 习近平在杭州会见叙利亚族阿萨德 并宣布中续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西安交通大学上周发布通知 学生将不再需要通过全国标准化领域考试 也不再需要通过任何其他形式的领域考试 即可毕业并获得学士询问 国际信平机构目的 9月21日将金贸和万科 两家地产开发商列入降级观察名单 中共制定实施一揽字化债方案 允许地方政府发行1.5兆元人民币的特殊载融资债券 以缓解12个省市地方债务的偿还压力